用試試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收看本週的試試臺灣 那麼在現在進入到第四季了 我們看到在前三季 臺股大致上有三個月都在一萬一千點 那現在的情況 在最近的臺經驗 他有一個發表會 那麼他正式對警器提出示警 我們看到臺經驗的警示 他說警器開始走下坡 這個走下坡 當然跟中美貿易戰 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這段時間 我們有非常多的時間 都在討論中美貿易戰 最近大陸的媒體在講 美國準備對中國發起四十年來的 這個前手未有的挑釁 那這個川普最近自己講 他說習近平已經不再是我的朋友 這個是講得很白 那現在雙方不斷地在升高 這個關稅的課徵 從五百兩千 現在川普可能最後的籌碼都會壓上去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景氣的變化相對是大的 那這當中我們來看看這個現在有臺灣跟日本 這兩個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個我們看這張圖 台股在一九九零年的時候 我們指數漲到一萬兩千六百八十二點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這個點是一零八四三 也就是在這個一九八九年的時候 台股一度漲到一零八四三 那如果大家回頭看 現在的位置在一萬一千點附近 但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大概花了三十年了 台股仍然在三十年前的位置 這個也是代表臺灣在這段時間 我們的人流物流金流大量外流之後 臺灣其實陷入停滯性的成長 這當中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日經指數 當年最高的時候到三萬八千九百五十七點 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那跟臺灣一六六八六是一樣的 那日本也是經過輸漏了三十年 現在慢慢再逐漸爬起來 這個大家看到在這個日線 這個用月線比較看得清楚 在日圓的部分 當年的廣場協議從兩百六三點九五 那麼一路上升到金融海 在日本地震海嘯的時候 七十五點八二 那現在大家慢慢感受到 日本看起來有一點要起來的樣子 你看到Sony的股價最近的大漲 他從七百八十五漲到最高 是這個到六千九百七十三 另外軟銀的股價也到了一萬一千五百 那這個看起來都是比較正面的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安倍他的任期到二零二一年 這當中日本的旅客去年有兩千八百九十八萬 大家知道二零一三年的時候日本的遊客外國到訪 日本旅客跟臺灣是一樣的 一零六九 現在日本就二八九九八 臺灣還在一千萬出頭 那今年一到八月日本的旅客大概兩千一百三十萬 所以大概今年會達到三千萬 而安倍希望到二零二零東京奧運會的時候 日本的外國旅客可以到四千萬 這當中外國旅客到了日本之後 大家看到這個化妝品高斯資生糖股價大幅上漲 連那個做醬油的龜甲腕最近都大幅上漲 這是我們看到日本的在這一輪的調整當中 蹲久的看起來他有逐漸上來的跡象 回頭看到我們看到臺灣的這個目前的情況 我們把那個前三季的臺股的表現稍微對照一下 在這個第三季 前三季當中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鴻海原來是臺灣第二大市值的公司 已經將近十五年了 但是鴻海這次變成老三 那台塑時候變成第二名 台塑四寶當中 台化 台塑 南亞都往上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十五大當中 大概電子股跌幅都比較大 今年前三季鴻海下跌十六點八 而這個這當中的大力光跌了九點五七 連花客下跌十六點一五 但是台塑四把最高的台塑十萬 漲到二十八點一四 另外台化漲到二十四點二七 表現都粗略拔萃 這當中其實台股未來的變化 金融股的表現很可能值得大家注意 為什麼金融股都一千多億的資本額 但是他的融資也非常少 都兩三千張 這是非常詭異的現象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三十年當中 台商在中美貿易戰之後 逐漸的回流 所以台股在萬點已經十六個月了 另外工業區的土地 最近顯著的上漲 所以最近工業局在抓 閒著工業區的用地 這個是華雅工業科學園區 現在非常的搶手 所以台灣的工業區的地價 這個時候政府應該有對策了 那最近我們也看到奈院長 把這個工總理事會成員 帶到蘇門水庫去開會 那先前他帶去看林口火力發電廠 這當中都在解決台灣的五千的問題 好 現在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超過持續呢 看起來亞洲相對是最嚴重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台灣在全球的變化當中 我們能不能在大的景氣變化 在中美貿易戰的對峙當中 台灣的經濟到底未來怎麼來做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請到 我們兩位老朋友 我們先請我們這個中華經濟研究員 資深研究員吳慧琳 我常尊稱他是少林式方丈 我們慧琳兄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台經驗新秀 我們孫明德博士 他非常有潛力 我們請我們孫博士跟大家問候一下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這個今天還從孫明德開始 我想這個你把那個台經驗 這一次的這個你們的調查報告 再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今天其實我是用你的題目 來探討我們下班的景氣 我等一下請吳慧琳來做評論 好不好 我想每個國家都有他最重要的領先指標 台灣最重要的領先指標 跟我們的製造業 跟我們的外銷有關係 那我們每個月都發了 差不多兩千多份問卷出去 問廠商對於當前景氣的看法 在這個月大概八月九月的時候 我們看到廠商的景氣 對於未來景氣的看法 其實非常的保守 尤其是對未來半年 對於當下的景氣 或許覺得還好 未來半年 也就是跨到明年第一季的時候 他們覺得能見度非常的差 那第一個國外有美中的貿易戰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未來的出口的情況 可能不是很好 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像 埃美府 像有一些國際預測機構 預測明年全球的景氣 都是比今年差 特別是美國 明年掉是最重的 其他國家像歐日中 掉的幅度都沒有像美國這麼大 所以感覺起來 美國這次雖然打貿易戰 在媒體的聲勢上 是咄咄逼人 看起來佔盡了上風 但其實他有很多的政策 是透支了他未來的國力 比如說像稅制的改革 今天的減稅以後 他要做基礎建設 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以後要還 第二個 美中貿易戰表面上 要讓別人買了更多的東西 但是美國是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人家買 這個才是下一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 跟美中有關係 第二個可能影響的 就是新市場 最近的貨幣 一直在出狀況 從上半年的阿根廷 土耳其 其實最近的印尼 金磚國家 又一堆在出事 讓大家覺得說 國際之間 雖然美國看起來 金融市場還是一枝獨秀 但新市場的國家 其實金融亂象 已經產生 所以這兩大因素 讓我們的製造業 因為他是做國際生意的 讓他感覺對未來情況 就不是那麼樂觀 第二個 臺灣的景氣循環 從一九九零年 為止 到現在為止 大概每三十個月 會從谷底到高峰 然後另外花十二個月 往下掉 那我們剛剛好 上一波的谷底 是二零一六年的二月 然後到現在為止 大概到今年的八月 九月 已經剛好三十個月 所以照以往 這種循環的規律的話 現在就剛好在最高峰 接下來的第四季 或者是明年 隨著國際經濟的下滑 那我們臺灣的景氣 可能也要逐步的往下 那至於國際經濟的變化 就會讓我們決定 我們是硬著陸 軟著陸 是加速還是緩步 所以我想我們臺 今天的事情 就在提醒大家 雖然現在景氣的數字 還有一些還不錯的 出口數字 或最近的投資數據 還在上揚 但是因為國際的情況 正在變冷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好 萬全的準備 以防備這個景氣的開寫著陸 好 我們謝謝我們孫博士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從經濟成長率來講 臺灣還是連續三季 都在三以上 看起來狀況才可以 那這個主計處上修第二季到三點二九 剛才剛才講到美國上修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四點 這個四點二 我看在這個禮拜的新聞當中 還有一個大家看到這個鮑威爾 講說美國經濟好到難以置信 那這種新聞也是非常特殊 也就是剛剛順便提到的 他認為美國經濟好到難以想像 但是在新興市場 第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阿根廷的批手 現在情況非常慘烈 大家看到他從十五到十五點零七九 現在到四十一點五四 最近我跟他開玩笑 如果要最高利貸拿去阿根廷 他利率是百分之六十 那通過膨脹率百分之三十 這個情況都在新興市場非常少見 另外你也看到委內瑞拉的這個玻利網 突然後面少掉五個零 這個也是給大家帶來非常大的震撼 連現在看起來經濟狀況不錯的 印度的盧比在這個禮拜 已經來到七十三點八四 那這個他從六十三一路開始貶值 那一般就是說貨幣貶值的國家 都是經濟有災難 但是印度的股市是大漲的 而他的經濟成長率 是亞洲現在超過中國是最高的 但是貨幣照樣大幅貶值 這個到底意涵何在 這值得大家高度關注 另外我們也看到印尼頓 這個禮拜衝上一萬五千 這個一萬五千已經到非常低的位置 大家知道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印尼的印尼頓 從二二六九到一萬六千九百五十 之後他也調整很久 但現在又衝上一萬五千 這個看起來有點讓人觸目惊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大概看到孫明告訴大家了 這個整個情況都是到一個 值得大家警戒的位置 你看到這張圖也是一個 大家經常講這個叫巴菲特指標 也就是美國股市的市值啊 現在佔GDP的比重呢 是一百四十三趴 那這個大家可以了解 這個已經到一個歷史最高的位置了 所謂的巴菲特指標就是美國股票的總市值除以GDP 那這個現在來到最高的位置 所以美股能不能繼續往上不斷的挺進 這個也是大家要很高度關注的重點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的納斯達克已經到八千一百三十三 大家看到這個禮拜 蘋果的股價衝到兩百三以上 那他的市值又再度創新高 那這當中當然高有高的風險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來看未來世界的新的秩序 在今年當中 其實今天我特別請吳教授來 等一下你休息一下 我特別有問題要請教你 稍微回來 好 剛剛我們聽完了孫敏諾博士呢 把台經驗對今年的景氣的未來 給大家比較保守的看法 他市井就是今年的景氣有反轉的壓力 那我想我們吳慧林教授 很久沒上節目了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你看到第一個美國的跟中國的貿易戰 在對未來世界景氣的影響 這個你怎麼評估 另外我們看到最近的巴威爾把利率連續往上 拉抬這個已經到二到二點二五了 如果今年再生一次就四次 明年再生三次大概美國的利率有可能會到三點五 那這個對世界來講可能帶來影響非常大 這兩個角度你如何來評論 我們先說中美貿易戰 這個其實我們在很早以前 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皮特納瓦羅致命中國 對 所以這個川普還沒有這樣 這種這個上台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了 對 也就是這個譬如說 納瓦羅他有三本書 第一本書就是中國的戰爭 即將要來到了 第二本就是致命中國 第三本就是臥府 或者說美中開戰的這樣一種起點 所以他已經早就跟我們示警了 那說美貿易戰為什麼會開始 因為就是中國他用什麼那種方式 用新重商主義的那一種方式 那個不是這個自由貿易那種競爭 而是都要去吃人的 你知道這個貿易這個東西 原來自由貿易是這個互通有無 我有的換我沒有的 你有的換你沒有的 所以這個雙方他都有利 可是這個新重商主義這個東西 他是他要吃人家的 那中國用的那更如火純青 所以他自從 尤其自從加入這個WTO以後 那把那個世界各國或是說各種 這種國際組織幾乎他都把他佔油了 然後他用這兩種這個經濟 這樣這個東西都去吃人家 賺了非常多的錢 這個錢用來 因為他都是政府的管控 管控的時候就去收買 用各種方式 這個威逼利誘 那美國那個過去的這幾任 這兩種總統 他所用的這種方式 他這個跟中國在做外交的時候 都是在幫助中國 對 然後讓他扶持起來 所以這個這個等於就是養老虎 然後現在這個老虎在繁咬 繁咬你 所以這個 過去這幾年 這個美國越來越往下 越來越往下 然後其他 其他各國 然後看到這種情況 他當然棄美國而去 就是跟中國然後互相結合 川普上來的時候 他就要扭轉這種情勢 所以他用了這種什麼口號 一個是要重振美國 就是讓美國再強大 對 美國再強大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重塑中國 所以他要去讓中國改變 那中國改變是要讓中國的人民 他也能夠然後生活的幸福 第三個東西更大 就要重塑整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的這種秩序 已經被打亂了 被打亂就是被這個中國 這個中共打亂了 所以川普上來他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他出招 其實都不是這個臨時出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他一套一套一套來 所以是說他還沒有開始的說他已經已經事前都規劃好了 都規劃好了 所以他不是臨時起義 那這誰在規劃呢 對 不簡單 所以你這個川普上來的時候 他就成立一個什麼委員會 就是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 拿瓦羅在這個主導 那裡面在我看那個叫做一種智庫 這個智庫 他就是把一些的這種情況都已經都評估好了 評估好了 那怎麼樣一套一套這個出來 所以我們看這個川普在出刀的時候 真的是快 狠 準 那中共就首先開始好像覺得這個川普也是在玩假的 所以他他不把他當作一回事 用應付的那種方式 隨隨便便 然後答應 或是他用一套說詞 這個這個絕對沒有辦法 這個讓那個容 所以川普你看最近他就講 中國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他不跟你他不跟你談 整理準備好了 然後再來談 所以這樣這個這個下去 然後大家都覺得因為這個戰爭 戰爭好像是兩方都沒有好處 都會下去 可是這個貿易戰在我來看 我可能跟這個有些人 那個看口不一樣 那不一樣是什麼 那個川普用什麼樣的方式 他就是要提高關稅 提高關稅 所以他的政府的這個收入 這會增加 我說美國了 這個政府收入增加 另外他妹妹他是在國內 他用減稅 減稅這個方式 然後讓這個生產它會起來 或是說讓國外的 那些這個廠商他就回流 這個就是所謂的製造業回流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廠商 他就回他就回到那裡去了 所以這個這個他會不會損失 對於這個美國來說 其實他不會他不會損失 然後因為生產也增加了 這個然後就業也增加了 另外就業增加以後 然後人民的這個薪資水準也增加了 所以這個購買力他也不會減少 所以我們都看到 那川普這個執政以後五百天 五百天以後就所謂的川普奇蹟 川普奇蹟就是剛剛這個鮑威爾說 你講那個鮑威爾說 哇這個美國經濟出乎意外的 這個好 對 所以這個東西來了 那美國美國經濟好 對於其他國家會不會好 當然是好 其實我們過去 尤其是對於小國 就對臺灣來說 臺灣當然所謂的 用這個外需這個東西來看的話 那我們過去就是靠美國 然後來這個經濟奇蹟會出來的 然後中國起來的時候 才從美國 然後稍微移到中國去 好 現在美國起來了以後 那個臺灣當然就會 又跟這個美國 然後就連在一起 這個非常簡單的 這樣這種事情 所以這種中美貿易戰來了以後 那照我看來 不但不會讓這個經濟往下走 會應該是會往上走 我先踏破一下 上時剛剛你講到川普的奇蹟 川普當選的時候 就在這個點 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三 那現在兩萬六千八百 這個大概都一萬 另外一個題目大概就是說 我我用日元來看 就是說這個一九八五年廣場協議 那當年這個羅伯萊西德就脅迫日元要升值 他中國其實很早就料到 他認為美國一定會用人民幣升值的手段 逼迫人民幣升值 所以他有一個智庫 大概有十幾年時間 都在沙盤推演 就是千萬不要讓人民幣升值 就他沒想到川普用關稅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個政策當中 我補充一下你繼續 對 其實你剛剛講的是金融面 我比較重視十字面 對 十字面就是他的這個生產 然後跟他的就業 這個東西都是非常好 所以這個企業 那個企業家才會稱讚川普奇蹟 那的確也是那個樣子 所以那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看 比如說美國那個下去的時候 然後這些這個周邊的國家 然後都跟這個中國連在一起 可是現在川普他真的是在這一方面 他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然後跟各國的領袖 然後怎麼樣去協商 所以現在紛紛都歸隊 歸隊尤其是那些比較 發展比較好的國家 那從這個他跟美韓 然後這個貿易協定也都重簽了 然後最近我們看到墨西哥 然後跟加拿大也簽了 然後在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歐盟也是跟這個這個 簽在一起 然後現在又是澳洲 然後日本這些英國什麼 其實都會歸隊 歸隊以後 大家就會重新再塑造 這個國際的經濟秩序 這個國際經濟秩序 這個才是在我看來才是比較正規的 在二零一六年 那個James Ricard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投資專家 他的第三本書 我們他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law to ruin 哇 這個很恐怖 這叫做毀滅 毀滅之路 當然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著 下一波的全球金融風暴 他已經跟我們依告了 說一九九八年 那是有金融風暴 那個是前前陣 就像地震一樣前前陣 然後到二零零八年 我們都知道全球金融海嘯 他說全球金融海嘯還不算什麼 那個是前陣 二零一八十年 十年 十年 這個這個時候 你先講到這裡 等一下後面 後面我再請教你 其實你講到這個 我要補充一下 美洪 我在講說 逢八 必有轉折 八 為什麼 上次一九七八 鄧小平改革開放 這個我是認為中國一定大好 為什麼 他讓少數人富起來 那個是貪婪的誘因就起來 而且他經過文革的禁錮 好 到一九八八 日本泡沫經濟快爆破了 所以他是一九八九年整個崩了 那這個時候 你看到中國正在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 所以大量的資金 開始湧到中國去投資 台商這個時候長驅止入 那到一九九八 亞洲金融風暴 亞洲金融風暴 其實他的前陰是在豬隆基的時代 一九九四年 他讓人民幣大幅的貶值 所以這次我在講 印度盧比的貶值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這裡面他到底是 內涵是什麼東西 零八年當然就金融海嘯 現在我常講 一個國家蹲很久 我們講三十年一大運 為什麼中國用跑白米速度 已經跑了四十年 從來沒休息過 日本是蹲在地上 蹲了四十年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這次我對第一個安倍 他的任期 日本在很倒楣的時候 手下都一年換一個 現在安倍可以做九年 我相信日本的政治穩定 開始出現變化 第二個外國的觀光客大量湧向日本 他的內需逐漸改善 第三個日本IT產業 他重要關鍵零組件 我最近在想 Sony為什麼大漲光學元件 為什麼全世界最重要的光學元件 在Sony手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台灣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這三十年間 台灣跟日本同意掛了 為什麼我們這三十年 其實台灣調整了三十年 倒楣了三十年 所以在人流物流金流 都往中國流的情況之下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段時間 我最近對香港非常注意 為什麼香港的股市 大幅度的下滑 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資金進出的地方 但是它的情況非常的險惡 你知道香港最近的股票都是重挫 最近的這個很多新經濟的公司 大概都跌到剩兩三成 那這個禮拜美團是七十二塊掛牌 到這個禮拜已經跌到七十五塊了 另外他有一個華新資本 他專門投資大陸的獨角獸 三十一塊八 三十一塊八上市 一個禮拜之內掉到二十二塊 那這當中包括小米 小米最近跌到十四塊三馬五 從十七塊掛牌漲到二十二塊二 所以這個全部大跌 大陸的汽車股全部腰斬 這個情況來過去很少見了 另外一個就是附身三百 他在很低的位置 升級的A股是大跌 所以最近你看到中國的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 包括定向降準 包括這個取消外資入股中資的 這種限制 另外重啟逆周期因子等等 我想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大陸對的 要對抗這種經濟的逆轉 他已經卯足所有力量了 那臺灣在這個困了三十年 當中等一下回來 我特別請教順明德來看 就是我們在人流物流金流 都往外流情況之下 臺灣如何來改變 在過去三十年 我們包括內需 包括臺灣投資不足的問題 等一下回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這個窘境到底有沒有解 稍微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剛剛給大家講 我最近跟很多人講 三十年前臺股就一零八四三 我們三十年後一零七一萬零七百多 就七八百就在原點 如果從指數來講 大概就這樣 那這三十年當中最大源頭是 臺灣的人臺灣的錢都跑掉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工業區的土地 有一段時間華人問津 你看到很多地方廠商搬遷 那最近這個 我有一天跟神准的總經理講 他說他去年買一塊地 一瓶四十六萬他說最近 好像有人出價五十五萬 他常常養成 那經濟部最近對工業區土地 已經開始關注了 那我在後面可能會找工業區的相關 這個專家來跟大家談 臺灣工業區的應用 那那院長其實對五缺包括水 包括電他已經保足全力了 那我想臺灣有沒有辦法 我們把過去投資不足 我們超貨資金太高 那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請孫博士來解讀一下 是我想投資的問題 第一個你的政府的最大的方向是什麼 這個才是重點 我們臺灣過去三十年四十年的經濟發展 從初級的輕工業 然後到重工業 其實本來在一九九零年代 就應該要去轉型服務業 因為你看那些先進的國家不管是歐洲 不管是美國或日本 他們剛開始都從製造業出發 但最後製造業會往工資比較低 或者是生產要素比較充裕的地方去移動 所以你不太可能走回頭路 所以剛剛社長雖然說 日本蹲了三十年 現在要重新恢復 他恢復什麼呢 他可能其實應該更往新一波的創新 或者是往服務業去轉型 而不是重拾日本過去最強的機械 汽車消費性電子 那個在一九八零年以前 日本就很會做 一九八零年以後日本會做了什麼 好像沒有看到他什麼新的東西 光學這個東西不是什麼創新 他是一個可能一個技術的改進而已 所以臺灣其實在一九九零年代 那個時候失去了一個創新的機會 轉型的機會 如果那個時候 因為製造業外移了 但是本地的廠商 做一個新的轉型 比如說轉型到服務業 尤其臺灣人 大部分都在服務業工作 所以你在服務業這個地方 如果有所琢磨的話 那個薪資或所得的成長 大家比較有感 為什麼我們過去這兩年我們臺灣的經濟成長率這麼漂亮 但是你會發現民眾對於政府的施政感覺起來怨言頗多 因為大部分民眾都是服務業 服務業成長很低 你都外銷很棒 投資很強 出口那跟他是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臺灣如果我們的政府 或我們的民眾能夠重新思考一下 臺灣這個時候利用這一波全球經濟變局的機會 去轉型那製造業當然還要啦 不要說好像製造業都不要 那不是我的意思 比如說製造業你可能需要 這一波臺商回來以後 你挑自動化程度比較高 創新程度比較高的讓他回來 因為你的地根本就不夠 你不可能讓所有的臺商都回來 第二個臺灣的很多產業政策 過去從蔣經國時代到八大策略性工業 到阿扁總統的兩兆雙星 到馬英九的六大星星 到現在的兩兆雙星 為什麼從來就沒有服務業 那服務業其實是臺灣非常重要一個產業 我們都知道人人朗朗上口 說臺灣的醫療 臺灣的教育 臺灣的金融需要怎麼進一步的發展 都羨慕香港新加坡 為什麼我們在羨慕之語 好像對服務業從來就沒有這樣的琢磨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思維轉換的話 那我們現在臺灣呢 第一個轉型往服務業發展 服務業鬆綁 第二個製造業讓高技術的回來 那第三個 我們臺灣的超額儲蓄 在本地 我覺得要全部運用的空間其實並不大 臺灣要有更大的國際布局的思維 我們的政府在之前可能有一些想法 希望成立一些很像類主權基金 但是又不要受立法院監督的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們成立了一些投資公司 我們未來是不是可以利用這些投資公司 到海外去布局工程掠地 而不是把所有的資金就一定要投資在臺灣 因為臺灣畢竟地方很小 投資的機會其實很有限 如果我們在各地投資 比如說臺灣有幾個很指標性的公司 台塑中鋼 他們到各地去設工廠 利用我們的資金到處去設工廠 獲利回來臺灣 那我們臺灣的股民就可以在台塑中鋼 類似這樣的股票上面持續的增值 讓臺灣成為一個快樂的投資人 而不是永遠到工廠去當工人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臺灣現在要轉型 最重要的思考方向 好 我們謝謝孫博士 我剛剛講到日本再起最很重要的關鍵 日本新經濟起來了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在九月的時候有一則新聞 這個Elon Musk 就是Tesla的老闆 他有一個登陸太空 這個繞夜球這個旅行的資歷 那這個大概好幾百萬美金 第一個報名就是這個叫全哲有作 那他這家公司叫Rodotown 這家公司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網路時裝 這個零售店 他從網路到實體 他在日本現在大概一千家 那這個大家看到 他已經是日本第三大富豪 就很短時間 第一個他現在今年四十二歲 他在去年 大概買了一幅畫 這個Busquare 美國的這個抽象畫的畫家 一億一千萬美金 那大家知道在一九八零年代 日本很多的保險公司 去買環谷 莫內 也是一億美元 但現在這個年輕人開始出手 那這個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現在其實有非常多的 新經濟的公司 包括有一家叫陶太郎 Momotaro 那他是一個快運的公司 那其實你知道 他這種快運的公司 在衍生有一家大福製造 他是做那個無人搬運機械 全世界他做最大 我看股價最近漲了差不多十幾倍 所以這個就告訴大家 在一個從工匠技術當中 他翻轉 然後慢慢的找回基本面 我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我們盡量在講外國里克 怎麼增加 大家可以了解 我講台灣的 現在我們做觀光 大家都停留在一點叫陸客 所以很多人講陸客 陸客呢 充量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觀光 只是為充量 充量 比方說大陸當時一條龍來台灣 對台灣來講 沒有創造任何的價值 但是你是人增加 但你環境變壞了 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回來看基本面 也就是說除了遊客增加 值跟量都要並進 為什麼呢 我常在講 現在我們到一個國家 能夠一個國家讓你一去再去 兩次三次不斷去了日本 為什麼呢 台灣我看很多人 一年去日本好幾次 我們去台灣旅客到日本 有四百五十六萬人次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大陸是七百多萬 他是十三億 所以大家看到這種比例 就是說台灣在往前走的過程當中 我最近對日本稍微花時間研究 我就發現這種敦三十年的國家 還是有它的底印 也就是說到最後一個政治發展 一定要符合人性 也就是說你人在這個當中 他非常的舒服 然後大家對政治沒有恐懼 這個是跟中國是對照者 為什麼這個政治體制 就完全是兩個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想對台灣來講 大家一定有個啟發 就是說我們要觀光客人數增加 但是靠陸客來台灣去充量 這種為取量好取量 包括台灣過去在製造業時代 我們大量低價製造 把量衝很大 那絕對不是一個源頭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瞭解 這萬事還是要回到基本面 那回來之後 我再請胡惟琳來從這個角度 你剛才後半段 美國的升級就是說過去來講 全世界歷歷壓到幾乎零 現在慢慢他回到正常 這裡面背後代表的底印到底是什麼 稍微來 剛剛兩個問題 這個我們惠琳兄 你剛剛前面講 中美貿易戰 後來回來講到歷歷 我想這個美國從零到零點二五 現在二到二點二五 後面一直升 大概到最後可能三點五附近 那這個這樣的發展 對國際未來世界的情勢 你怎麼看 我說這個其實是回到比較健康 往健康的路這樣在走 其實我只有講一個歷史 我們就知道了 臺灣在經濟奇跡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的利率有多高 都是十幾趴以上 十幾趴以上 所以這兩種東西 這個利率高就表示這個資金 然後緊 那緊大概就是供需 就是有人投資 然後現在需要大家來搶這個資金 那現在利率很低 當然有有些時候是政府 然後把他壓低 壓低他就是用這個貨幣政策 或是說所謂的印鈔救市 所以我們過去這個幾十年來 這個各國大概都在救經濟 救經濟都要用什麼救經濟 就是用印鈔票來救救經濟 前幾年已經進步到所謂的QE 所以全球這個錢是非常之多 那現在大家都被錢淹死了 那過去這幾次大的金融溫暴 那個也是都是最後做出泡沫 然後破掉 那非常大的破掉了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說 2018年 然後James Rickards 他是預測了會有更大的 這樣這個泡沫 因為過去蓄積的這種這個負的這種能量 已經累積得非常之大 那現在他會爆發出來 那就大家真的是會走向這個毀滅的 這個之路 所以現在你要怎麼去把這些的這個資金 然後去把它這個疏散掉 這個那種東西 我想這個應就是這個利率的這個往往上升 他會讓這個這些資金 他說不定他就回歸到比較正正規的這種用途 那剛剛這個提到 這個我們的超額儲蓄 這個超額儲蓄可能 我我是在想 那個可能就是政府的把這個人民的這種錢 然後收到他的手上去 我們現在非常多的基金 其實那個是不正常的 應該回到這個民間 然後你自發性的這種儲蓄 然後你這個儲蓄你利率高的時候你你才會儲蓄 然後儲蓄以後 然後通過了加安東金融機構 然後去找到那個好的加安東這個投資人 他才才能夠在這個實質裡面 然後讓這個經濟起來 這個才對 所以這個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要退位了 但是政府不是沒有角色 政府的角色是其實剛剛這個社長有提到的 那也是我常常在講的 你就是要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要公平 公正 安全 有效力 對 這個品質 品質高 所以這個簡正的講 我們常常在講叫做清稅減政 所以你現在要讓人家來這裡投資 其實最大的因素其實不是那個所謂的五缺 最重要的是你這個行政的那個所需 所以你這個成本那個時代是太高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清稅減政 我們都是口號 你要好好去做 所以這個政府的角色 有一天 我跟詹綺賢先生提到 郭董到威斯康辛那個投資 他去兩次 他說川普承諾 郭董到威斯康辛投資 這一年之內 他把所有環節 水電 什麼各種這個投資障礙 全部少得乾乾淨淨 他說那個效率讓人敬佩 沒有錯 但是那個兵 並不是說對他補貼 對他什麼一種事情 他是把那個整個 公共建設 規矩 這些東西把他弄好 把他弄好 其實有時候公共建設 中間也不是要政府來做 然後民間來 所以這個東西 還是要回到那個正規的 這樣這種市場 然後你這個規矩 這個市場的這種規矩 你要那個 那個其實就是所謂的 這個法治的這種東西 這個才是政府 所要去做的事情 一個法治 一個是安全 安全當然就是國防 那個治安的 這種問題 那如果人民的道德 人民的非常善良 這樣這種事情來了以後 其實政府的角色又會再往下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的說 比如說觀光的這種事情 那臺灣最最好的是什麼 就是人 所以人家來這裡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吸引觀光客 其實這個人的這個因素 這個非常重要 剛剛那個霧這個東西 你要有特色 我想這也不是政府 然後引導 你要讓有這個環境 那個非常自由 然後人民他自己就會找這個利基好的 所以我最後是強調一下 沒有錯 現在中美貿易戰 然後美國起來的時候 大家又會靠上這個美國去 我們應該是選邊站 那我們也很自然的又會回到過去 跟跟美國 然後再結合 結合在一起 好 現在台商要回來 我們當然歡迎 但是歡迎 你也不要這個太太over 太過 就是說 你對他們財信補貼什麼東西 我不要 我們跟外商一樣的 然後大家都公平 跟我們國內那也一樣的 這樣這個事情 我們這裡到底要發展什麼 我想這也不是政府 然後所能夠去主導的 應該是 這個都是業者 其實習近平過去 他一直在講這種東西 那政府也不要那麼累 什麼東西都是放在你的肩上 這很奇怪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觀念 然後這個重新回來 所以也不要太去重視 那個GDP這個東西 GDP已經 他現在已經失真了 而且他跟幸福沒有關係 跟工資也沒有 也沒有關係 這個現在這個Dian Cole 他講得非常的有趣 過去沒有錯 GDP有一度是代表經濟的 可是現在是政客騙選票的 這個工具 因為裡面造假了很多 而且GDP裡面 那些兩種這個項目 那個是一個會計 那個會計帳 那很容易然後去作假 回到基本面 回到基本面 你講到回到基本面 我說我去看日本 我到左鶴我就找一個鄉下 那我去看市場 我在那邊逛 我說這個就是我們想像 你發展觀光 我也不要到什麼景點 我就反正過生活 這個叫做回到傳統 回到傳統 這個你想你要大力看那個人 你有特色 人臉辨識 這個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同的情境 我想發展觀光 我們在講景點以外 就是他賣你一種生活方式 生活的形態 那我想人最後其實要回歸 延始狀態 好人要回到真的是講誠信 而且是貿易 這個東西更是要整個 基本面 對能力道德 我們稍微休息 回來我們請孫明德 來給大家來看看有幾個 在未來的投資 你看到包括美元 人民幣這個新台幣怎麼走 包括新英市場 如果美國把利率拉上去之後 會不會造成資金回流美國 對整個全球來講 造成一個更大的衝擊效應 剛剛已經講到一些會 新英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 未來的景氣跟未來的變化 我想我們再請我們孫博士 給大家做結論 稍微來 好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我們現在看到今天這個 其實剛剛吳慧玲講到 這個包偶的升息 這個升息裡面 包偶最近講 他說當前狀況一片光明 衛健通脹會突然飆升 他說這個 他已經把那個寬鬆資源拿掉了 那政治壓力 他說不會考慮政治的因素 然後貿易 就是說企業反映 對全球貿易糾紛表示關注 但暫時未損害經濟前景 我看這禮拜的恐慌指數 在十一點六四 在非常低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美國把利率往上升高的時候 現在二到二點五 其實你看亞洲很多國家 南韓是一點二五到一點 他升一次 臺灣我們一點二五而已 也是臺灣很低 那現在就是說這種新興國家的利率相對低 跟美國高了以後 這種資金回流美國的情況很可能會加劇 所以韓國最近他的經濟研究員也在估測 他說他的FDI就外國直接投資會少七兆韓元 韓國的股市外資會走掉八兆韓元 所以這個對韓國的家庭債務很沉重的國家來講 他可能造成壓力是大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趨勢會對未來全世界這個給我們孫博士來解答一下 我想美元他的強勢大概今年第二季第三季到現在為止 隨著美國經濟達到高峰 美元的最強勢大概也在最近這個時候 因為第一個他現在是從國外一直吸金進來 然後他國內資金也一直往金融系統有移動 因為他不斷在升息 也就是說他現在從國外吸金的速度 大過於他的資金往金融的市場 往金融機構移動的速度 雖然美股還持續維持在高檔 但接下來歐洲可能也即將升息 歐洲現在零利率 但是歐洲物價已經上漲百分之二 日本他雖然沒有明顯的升息動作 但日本的量化寬充可能也要退場 當歐洲跟日本這幾個重要的金融市場 或者是中央銀行在升息的時候 美國升息的那個利 那個利益就會被人家抵消掉 所以我覺得美國要 美元要再繼續一步強勢的可能性並不高 但是當全世界都在升息 剛剛社長這個那個投影片這邊也看到 除了美國升息以外 下面一大堆新市場國家 現在也全部要升息流出資金 當全世界都在升息的時候 我覺得明年開始除了整個經濟 慢慢開始走下坡以外 當利率開始往上的時候 這一波泡沫 可能有一波之間的融景 可也慢慢要開始消散 股市 債市 房市 在明年可能都要面臨比較大的修正 中國或者一些新市場 其實今年修正的已經夠多了 明年開始可能主要經濟體 也要開始跟進這種修正的步伐 所以在明年的話 經濟下行 金融開始調整 是我們可能要面對的 也就是剛剛社長前面所說的 每十年一次劇變 也許在明年就會開始產生 好 這個我們這個面對這種大變化 我們請少林寺的方丈 我們為您希望給大家 最後對未來的經濟的變化當中 要有要抱定什麼樣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對 其實這個泡沫來的時候 那不是壞事了 那個只是告訴我們說過去做錯的事情 然後現在反映 因為過去都是用這個中國所謂的剛性泡沫 剛性泡沫就是政府 然後一直不讓他這個爆破 那其實他也爆破了 我們真的看到 所以你爆破以後 你一定要幫讓他爆破的乾淨 我們從一九三年年代到現在 都沒有爆破乾淨 現在已經累積了這種能量非常大 所以我剛剛是用這個詹姆斯里卡斯 他的這個說法 所以在 他是一直到今年 你會 真的是會比以前更大 但是有沒有這個好的方法 然後去阻止 有啊 你就是 就是我剛剛說了 其實或者我簡單的講 就是回饋市場 但是你要調整的時候 你一定有一個期間 然後這個經濟會往下 那你會 真的是會造成 那個經濟不景氣之類 可是那個東西就是一個要付出的代價 你不能夠過去的做錯事情 然後現在說 哎呀 船過水壺很不可能 那我們應該是要這個短痛 而不要長痛 過去我們都一直在長痛 那現在應該改過了 現在美國他已經在反轉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回到 真的是基本面 或是回到這個正常的 這個健康的這種方式 這個對這個經濟也好 經濟當然對人類也是會好 所以還是呼一下 還是要回歸 我真的是 這個 阿當史密斯的那一種方式 大家國際分工 大家好好的來做分工 分工你應該和諧 分工後面就是合作 而不是要把對方吃掉 然後互相吃來吃去 不要 我們應該很誠心的然後大家一起來 其實所謂的共享 應該往這個方面來 這個人類才會趕快上來 不然你真的是向下沉淪 我每次碰到吳慧寧 我都稱他少林是慌張大師 他是一身無回合志 那其實在變動的環境當中 大家心中一定要 要回歸基本面 這種基本面包括對人性的尊重 包括對經濟常態的平常心面對 那千萬不要壓苗助長 我想這個就是大家在面對經濟調整 基本的心態 今天謝謝吳慧寧 謝謝我們孫明德 謝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